前几天,一则名为高考真的可以改变人生吗?的消息冲上了微博热搜。 毫无疑问啊,这个话题引来了一大群读书无用论的拥促者,他们侃侃而谈。 高考不是唯一的出路,北大毕业生不也去卖猪肉了吗?现在有些网红啊,约数百万,读书真没那么有用。 能力比学历更重要。 夹杂在这些谬论中的,是博主寄与秋日讲述的关于自己朋友小安的故事。 我的朋友小安一直是很上进很努力的女孩,作为留守儿童,她从小就缺少父母的疼爱。 因为家里穷也吃了不少苦,贷款上了重点大学。 幸运的是,她从事了这几年正在风口浪尖上的自媒体行业,也因此赚到了第一桶金。 我们后来重聚,她望着窗外陷入了沉思。 我拍了拍她,发什么呆呢? 她看着我笑了笑说。 我在想,如果我没有参加高考会怎么样? 可能,在我们家乡的小县城打工,买衣服或者端盘子,月薪三千都够呛。 讲完这个故事,她反问道,你说,高考可以改变人生吗? 我不知道高考是否真的可以改变人生,但我知道,读书无用论再上热搜的背后,藏着的是关于学历的三个扎心真相。 张雪峰和马丁曾在《我是演说家》中讨论过学历这个话题。 马丁认为,相对于考研来说,最重要的对于年轻人的晋升之路是工作。 张雪峰却说,考研不是唯一的一条路,但它是非常重要的一条路。 几乎所有的五百强企业都告诉你学历不重要,但是他们不会去齐齐哈尔大学招聘。 一语中递。 毕竟,生活的真相就是,多少你向往的地方都标着条件,本科级研究生均毕业于国内985院校,一切珍贵的机会都以本科为起点。 所以,你若觉得读书无用,就只能变得平庸,若只把学历当废纸,就只能当一个废物。 前些天,发小阿良发了一条朋友圈。 真后悔啊,为什么当初不好好读书呢? 我急忙问他怎么了。 他告诉我说,自己接连三次求职都因为学历低而被拒绝了。 在第一家公司,我实习都满三个月了,即将转正时,却因为学历不符合要求被辞了。 在第二家公司,部门经理很看好我的,但是一看我的学历,犹豫再三,还是拒绝了我。 到了第三家公司,HR看到我是高中学历,直接把简历扔进了垃圾桶。 没办法,我只能在工地找了份工作,每天起早贪黑,忍受风吹日晒,却不想最后赚到的钱连房租都交不起。 说到这儿,阿良眼中早已沉满泪水,而我也感慨不已。 这世上从来不缺像阿良这样的人,年少时觉得读书无用,等到经历了社会的毒打和人生的残酷后才知晓学历无价。 更有甚者,因为看清学历而赔掉了自己的整个人生。 人到中年,走过许多因为读书少而在现实世界中处处碰壁的路, 也看过许多由于学历低而在社会底层苦苦挣扎的人之后才明白。 你若看清学历,生活就会看清你,而读书无用是我听过最大的谎言。 你以为的学历无用其实是降维打击。 前段时间,一则名为27年前自考北大保安如今已是校长的消息冲上了微博热搜。 原来,27年前的北大保安张俊成不仅通过努力拿到了北大法律系专科学位, 而且已经成为了一所职业学校的校长,逃离满天下。 他说,北大给我拨下了种子,我要把这颗种子带给更多人。 当我们还在感慨读书才是跨越阶层的最佳阶梯时,人民日报发布了2021年高校毕业生规模,数据显示,今年高校毕业生规模达909万人。 对此,网友们纷纷评论道,这个时代,学历低的人真的没有未来。 读书是真的能够改变命运,永远不要低估学历的价值。 一语中递。 以前总觉得,读书不过是一项可有可无的消遣,学历不过是一张华尔布什的废纸。 直至踏入社会,吃过低学历的亏,尝过读书少的苦之后,才知晓。 很大程度上,学历代表了你贵不贵,读书决定了你搂不搂。 而这世上可怕的事就是,最怕你又穷又搂,还嫌学历无用。 多少人觉得读书无用,于是放弃精进,最后被社会压成闲鱼,再也没能力遨游人生的汉海。 又有多少人,不信学历无价,白白浪费天资,最终被生活打入冷宫,再也没有机会获得命运的青睐。 他们不知道,一个人不屑学历的样子,最容易暴露他格局不高的事实。 他们不明白,关于读书最大的谎言,就是学历无用。 而高层次的人,都懂得学历无价。 要知道,若生活是风,读书就是你登临绝顶的青云梯。 若人生是路,学历就是你踏破山河的解公鸡。 而你以为的学历无用,其实都是降维打击。 所有的高学历,闻起来都是钱的味道。 不久前,国家统计局公布了这样一份应届生底薪表,数据显示。 同样是应届生,大专比初高中月薪平均高890元,而本科又比大专月薪平均高1500元。 对此,有人感叹,所有的高学历,闻起来都是钱的味道,无比赞同。 还记得那张囊括了互联网巨头们的名为乌镇局的照片吗? 他们无一不是出身名校,身披学霸光环。 王兴被保送进清华,刘强东是肃签高考状元。 马云经历三次高考,也要上大学,于敏洪考学好几年,终于进北大。 知乎上有个问题,学历对一个人到底有多大影响? 有个高赞回答是,他是最公平可以选择未来生活的权利,可以跨越阶层,对抗后门与关系。 普通家庭孩子想改变现状,提升阶层,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。 学历是真的能改变命运。 而这个世界,正在偷偷嘉奖学历高的人。 均不见北大才子卖猪肉,开出了1300家连锁店,年销售额破12亿。 均不见西安外国语大学双语硕士做保姆,雇主开出2万元以上的月薪。 均不见海归硕士转行收费品,月收入超过3万。 他们用行动告诉我们,永远不要低估学历的价值。 而所谓学历的价值就是,哪怕你跌落哀徒,满身封尘,它也能让你在哀徒里开出一朵风华绝带的花来。 要知道,高学历的人,哪怕从事低门槛工作,也绝非人才浪费,而是降尾打击。 曾在书中看到过这样一句话,觉得颇有道理。 学历就是过滤器,在开始之前就过滤掉对手,无关能力。 所以往往,有学历的能力就是追在囊中,无学历的能力只能金玉蒙尘。 所以,永远不要低估学历的价值。 要知道,勤读书,寒门可出贵子,高学历,白屋能成功轻。 往后余生,愿你以书为周,自渡人生苦海。 愿你精尽学历,无惧生活刁难。 好了,今天的文章就分享到这里。 读书是通校世界最好的路,也希望每个孩子都能在鼓励中成长。 不惧挑战,成为独一无二的自己。 记得点赞加关注哟。 请不吝点赞加关注哟。